好 接下來我們來做一下內心的題目 首先第一題 如圖在三角形APC中 I為內心 若角AR會等於70度 角A在這裡 它是70度 要求角BIC 內心 所以角BIC的公式大家還記得嗎 內心的話 BIC會等於90度 加上1 2分之1角A 這一題大概就是考我們這個公式 所以角BIC 會等於90度 加上1 2分之1的角A 那題目已經跟我們講 角A是70了嘛 所以就是90加上1 2分之1 乘以70 算出來是35 加起來就是125度 這樣這一題就做完了 125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我要再講一個東西就是說 在這個段落裡面 像這樣子 由三角形的內心也好 外心也好 重心也好 所構成的這個角 然後 需要知道的公式 其實只有外心跟內心 但是它很容易搞混 那我們再剛好借這一題來思考一下 複習一下 首先就是在外心的部分 會分為兩種情況 第一個就是它是一個銳角三角形 它是一個銳角 我把關鍵字都寫一寫 它是一個銳角三角形 然後它的內心 它的外心O在內部的時候 這個角BOC 會等於兩倍的角A 這是在銳角三角形的時候 那麼第二種情況 就是它是一個鈳角三角形 所以這個外心O會在三角形ABC的外部 因此這個角BOC 會等於360 減掉兩倍的角A 這個是鈳角三角形的時候 那我們這裡遇到的是在內心的情況 內心的情況 三角形的內心 一定都在三角形的內部 因為它是內切圓的圓心 所以它一定會在內心 它一定會在內部 這個時候內心 這個BIC 會等於90度 加上二分之一角A 大致上來講 有這三種情況 兩種是外心的 一種是內心的 內心就是90加二分之一角A 但是外心的時候BOC 如果是銳角三角形 它會等於兩倍的角A 那如果是鈳角三角形 它會等於360度 減掉兩倍的角A 在這裡我們一次把 所有這樣的情況都講一講 希望對大家在辨識 到底是哪一種情況會有幫助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題 第二題它說 等於要三角形ABC中 I是它的內心 如果AB 等於AC等於12 這一段等於這一段 都是12 然後BC 這一段會是8 那要求第一個 三角形ABC的面積 第二個 內心I到各邊的距離為何 好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題 它要求這個三角形ABC的面積 應該不會太難 因為它等腰三角形 所以從這個上面做下來 內角平分線 它會垂直平分底邊 因為它等腰三角形的 這個頂角的角平分線 跟底邊的中垂線 事實上是同一條 同一條 所以它不光只是把上面這個頂角給平分 它一樣會把底下這個角 這個邊給平分 而且也會垂直 好 既然這個BC會被M給平分掉 那全部是8的話 就代表這裡是4 這裡是4 因此我們就可以利用B式定理求出來它的高 我們先說第一題 AM就會等於B式定理 就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的平方 減到這個的平方 就是12的平方 減到4的平方 就會等於根號144 減掉16 算出來就會等於根號 減掉的話是128 那128可不可以開咧 我們來看一下 用4 4 32 4 8 然後再用2跟2 2跟4 然後2跟2 所以它可以開成8跟號2 就是8跟號2 好 所以我們就知道它的高 是8跟號2 那既然這個三角形APC的高 8跟號2就出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算三角形APC的面積 會等於底 8 乘以高 8跟號2 除以2 就是乘以二分之一 算出來 它的面積就是32跟號2 這樣就算出來了 這是第一題 第二題 它我們求內心I 到各邊的距離為何 好 內心I在這裡 什麼叫做它到各邊的距離 到這一邊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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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它到各邊的距離 其實就是它內切遠的半径 內切遠的半径 所以說穿了這一道題目 就是要我們求內切遠的半径 那我們知道三角形的面積 跟內切遠的半径有什麼關係咧 相信馬上你就可以想起來一個公式 告訴我們說 三角形的面積會等於RS R是什麼呢 是內切遠的半径 S是周長的一半 那我們就用這個公式來做 因為題目已經算出來 32-2 是三角形的面積了 那R咧 是我們要求的內切遠的半径 S是周長的一半 剛好它三邊我們都知道 所以就是12加12加8除以2 這就是S吧 好 乘以一下 32-2 就會等於R 乘以12加1224 加起來32除以2就等於16 除過去以後R就會等於2跟號2 因此我們就算出來 它內切遠的半径 是2跟號2 這樣就做完了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一題 那這一題當然第一個 要考我們一個觀念 就是等腰三角形的頂角平分線 它同時也是底邊的中垂線 那頂角平分線跟底邊的中垂線是同一條 那你知道這個觀念以後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東西搭配B式定理 來把它面積算出來 那第二個呢 就是單純靠我們一個公式 就是三角形的面積 會等於RS R就是內切遠的半径 S就是周長的一半 那有了這個概念以後 相信你對這道題目 就會非常的容易的 很快的就可以把它解出來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三題 它說如土 圓I為直角三角形ABC的內切遠 那其中AB等於7 這裡是7 然後呢 AC等於25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整 整 就是邊長是整數的直角三角形 稍微有一點概念的話 你應該可以馬上知道說 這一邊是24 那如果沒有的話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B式定理 就是斜邊的平方 25的平方 開出來就是24 一樣也可以算出來這一邊 那題目要我們求什麼呢 求內切圓圓I的面積 那既然是要我們求圓I的面積的話 那我們大概需要半径 為什麼 因為圓的面積就是半径乘以半径乘以3.14 或者是我們國中學的πR平方 總而言之我們就是需要把半径求出來 那在這一題裡面 我們怎麼去把半径求出來呢 大概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學的 三角形的面積會等於RS R是什麼呢 是內切圓的半径 就是我們要求的 SA是周長的一半 那三角形的面積怎麼算 比乘以高除以2吧 那R內切圓的半径是我們要的 SA就是7加24加25 周長除以一半 好那我們來算算看 這裡算出來是π4 然後這裡7加24是30 1加起來是56 56除以2都會等於28 所以R乘以28會等於84 所以R就會等於84除以28 我們來約分 7428 77724 432 所以半径算出來就是3 那因此內切圓的半径 內切圓的面積就會等於πR平方 就會等於π乘以3的平方 算出來就是9π 這就是答案 這是第一種算法 利用哪一個公式呢 三角形面積會等於RS 再來有沒有第二種算法呢 有啊 這個直角三角形啊 內切圓有一個特有的性質 就是它的內切圓的半径 會等於兩股的長度的和 減掉斜邊的長度 然後除以2 換句話說話這裡兩股就是7加24 然後減掉斜邊25除以2 算出來7加24是31嘛 31減掉25是6 6除以2 算出來也是3 那因此的πR平方 算出來就是9π 一樣可以得到答案 那至於說你要用哪一個公式 三角形等於RS 或者是說內切圓的半径會等於兩股和 減掉斜邊除以2 這看個人的習慣啊 兩個都還蠻快的 雖然兩股和減掉斜邊除以2 更快一點點啊 不過大致上來講都是不錯的方法